西南污水下水道工程施工引發民怨 劉秉駕獲得全國模範農民 縣長林茲廟親自和賀匾 廉季飄香轉寒冬送暖 牧年菜捐棉被途弱势 苏澳關懷弱势民眾 寒冬送暖慰問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伊兰新闻 秀音开始来关心地方交通的问题 五节台九省道路段 总共有七处的污水下水道的工作面 交通容易遇到塞车 而日前污泥又排放到路边 影响到店家生意 而五节名义代表今天就前往勘查 要求施工单位要改善 也请伊兰县政府因应春节廉价即将到来 要暂停施工全部撤离 维护农历春节的交通创场 县政府进行西南地区污水下水道工程 五节台九省道从下南洋大桥道尖里站的路段 总共有七个污水下水道的工作面 造成两车道缩减成为一个车道 容易造成交通阻塞引发民怨 日前又排放污泥到路边 影响到店家门面及交通 今天地方名义代表前往勘查 要求乘政府要督促施工单位改善 尤其现在这条这站的车流量相当的跌 现在这些过水都喷得人家的店家 旅行店家的路口寸淋都没办法寸淋 甚至我们这个工程在西港 可以把这个汤水做一个成分的 更好的处理 因为那个已经变成交通的瓶颈 這個鑑利站的鹽車出口也都在那裡 如果車両減一個車道去後 它的水和土塞都噴到人家出來 這次跟傳民一起反映 結果現場的時間單位 改善的程度不像我們以上那麼好 段路段 三星交通非常不方便 因為每一個工廠店 都變成一個單位的車道在省市 所以做成我們機民交通非常不便 加上時間裡面一些工法 再做成車賓組合圓圓的萬宅 所以在這裡我們也有跟我們管政府 水資源處來聯絡 管理時間裡面雖然是必要之惡 但是要把我們機民的不便降到最多 另外春節九天連假 擔憂工作面更造成交通阻塞 地方也請先政府暫停施工工區全部來撤離 恢復雙線車道 以為春節的交通順暢 這個年關也夠了 希望這個工廠可以在過年前 沒辦法好先來停工 在過年後之後再來繼續一個時間 因為現在年關稅為請流量更多 我們這個年關獎金 希望西港單位快速 來看一看辦理這個 把這個白水和頭刷 趕快刮就好 過年前真的有事先麻煩輕工 既然收掉 所以九天的價值 我們宜蘭館有很多外來遊客 或是我們歸鄉 一些好朋友要回家 來過年 要來我們宜蘭館來出場 所以說交通流量也會變得非常多 現在也希望說 這些工廠店 在我們廚師之前 都可以把它切開 回合我們環遊的 平順的一個交通的部分 對此縣政府表示 已請包商調來混泥土車 將污泥來抽離 避免四處一流 而包商也加緊清理路面的污泥 另外春節期間 為了確保交通的順暢 七個工作區都會撤掉 一直到元宵節過後 是情況在進場施工 而這路段的污水下水道工程 因為水壓過大 為了減少推管長度 才會開挖七個工作面 以縮短施工時程 預計會在今年的六月底前來完工 施工期間除了會儘量縮減範圍 避免影響到另外一個車道之外 也會請包商加強前方道路警示預告 降低交通混亂情形 宜蘭新聞記者14名採訪報導 來看一味宜蘭之光 東山茶農劉炳架 傳承副業製茶 加上創新培育出 獨具香氣的紫牙茶 先後獲得了38個獎項 而今年更獲得第31屆 全國模範農民的肯定 而縣長林茲廟 專程到農場送扁祝賀 縣長林茲廟東山鄉長農會 以及多位縣議員 今天前往第31屆 全國模範農民劉炳架的家中 致政秉足眼駕的匾兒來祝賀 劉炳架傳承副業劉文彤 在東山鄉的中山村製茶 秉持著宜蘭人刻苦耐勞精神 一步一腳印 致出安全 無毒 健康 養生文化的茶 而且創新培育出 獨具香氣的紫牙茶 先後榮獲了38項獎項 更獲得全國模範農民的肯定 可以說全國的模範農民 可以說跟俄羅也跟共序 秉持著宜蘭縣的 刻苦耐勞的精神 堅持的精神 這可以非常不簡單 而且感謝我們李筆佳先生 進入我們的健康、無毒、養生、文化的茶 所以大家拿的非常不簡單 這個保育的都沒有 好像在宜蘭縣才有而已 這可以說很感謝也很高興 這可以說 依蘭縣以你為榮 那我們的秉為秉足原價 這可以說是真的堅持著我們的天氣 堅持著我們依蘭人的精神 非常恭喜也非常感謝 今天最主要的一個意義是 傳承與創新 李筆佳先生 在他的自查公益過程裡面 可以講說他做到了傳承與創新 本來的宮城 會不會有這麼好的人材 為我們中山來進出 我們中山來進出的最好的公益 所以品質上他的條件 不僅是我們議案官的公益 也是我們中山的公益 也是我們中山的公益 所以我們在這裏 剛才的公益以外也嚇到 我們的品質上 可以帶動到我們整個中山 我們這裏的褲地 可以走出到我們的宜蘭 踏出到我們全國的地面島 全國麻煩農民這個榮耀 我最先要感謝的就是 我們東山江農會 還有呢要感謝我們縣政府 這次呢全力推薦我 來增加全國的評選 最基本的 我要感謝我的父母 他傳給我這麼好的基業 讓我能夠有發展的空間 非常感謝他們 縣長也強調 縣府將持續行銷宜蘭茶的品牌 讓全台灣全世界知道在地的好茶 提升宜蘭農特產品的價格 一起拼出宜蘭好生活 未來的宜蘭政府 繼續可以繼續輔導 繼續來提電 看能夠讓我們這個 第一呢可以全 行銷全國 行銷全世界 讓人知道我們 宜蘭冠的漂亮 東山鄉的漂亮 東山鄉的好 東山鄉的第一是讚的 縣長也表示 宜蘭縣的茶葉生產面積 達到150公頃 其中超過一半的產區在東山鄉 在縣府東山鄉農會 以及眾多農友的努力之下 近年來成功打響宜蘭茶品牌 劉秉駕先生傳承至父親 柳文筒的種茶及製茶技術 更推陳初心培育出新品種 更是農友學習的典範 宜蘭新聞記者14名採訪報導 現在正值歲末之際 宜蘭縣聯濟飄香賺關懷協會 是寒冬送暖 募集了300份的年菜 捐給宜蘭縣的弱勢家庭 以及身上團體 另外還捐出了160件的棉被 給宜蘭縣的物資銀行 幫助有需要的家庭 宜蘭縣聯濟飄香賺關懷協會 成立三年 會員70人來自社會各行各業 運用資源幫助弱勢家庭 社福機構及流量動物 在過年前 協會特別募集了300份年菜 製贈給縣內弱勢家戶及生障者 另外還捐出了160件棉被 給宜蘭縣物資銀行 可以幫助有需要的家庭 那我們主要的目的就是 要把我們的愛心 跟我們的這個 跟這些社福團體 做了連結後把它發揚 那這一次寒冬送暖 這個我們主要是募集了 有300份的這個愛心年菜 那社會處這邊有250份 另外下午有這個 今天下午有交際相關所 有50份的這個愛心年菜 發放 今天也在社會處發放年菜 受贈單位有阿寶教育基金會 目光盲人中心 藍制社福基金會 紅道老人基金會 新住民發展協會等 21個單位 而每份有5道菜 份量可供7人食用 憶恩縣政府的社會處 我們不定期或者是我們 隨時都在接受各界募資 或者是各界的愛心 只要您通知我們 我們就會把你們的愛心 送給你們希望幫助的人 給真正需要的民眾 目前縣內共有12處的物資銀行 整合各界資源 轉介給弱勢族群 讓每份愛心發揮最大的效益 宜蘭新聞記者黃竹漢採訪報導 同樣也是寒冬送暖 蘇澳政公所主動關懷 蘇澳政內的低收入戶 跟弱勢族群 結合了南方澳的靜安宮 捐了禮券跟白米 便起理想來協助發送 表達關懷之意 也讓弱勢家庭 感受社會各界的溫暖 蘇澳政公所寒冬送暖 申請農糧署社會救助米 並且邀請了南方澳靜安宮 紅富散訪交易基金會 以及立富德公司 以及社會三星人士捐贈 洗戶會禮券300份 每份1000元 全聯禮券300份 每份600元 以及白米共750包 每包5公斤等等 以表達關懷慰問之意 也讓弱勢家庭 感受社會各界的溫暖 來幫助我們所低收入 還有弱勢的族群 我相信這次有 南方澳靜安宮 他們提供1千塊的 集會禮券 還有財團法人 紅富散訪 教育基金會 還有立富德股份有限公司 還有許多善心的人士 提供了禮券 還有非常地物資 來幫助低收入 低收入戶 我想這是一個 拋磚引玉的善舉 在歲末寒冬之際 可以提供這麼多元素 讓蘇澳的這些弱勢民眾 得到非常大的溫暖 為了避免受住家庭 舟車勞頓之苦 救助物資 將由各里長或是里幹事 親自自送到宅 以服務當地的低收入戶 及弱勢里民 我們公司為了考慮 我們這些弱勢族群 因為我們所有狗 所以說 這家就由我們里辦公室 我們這裡的里長 親自來送到我們每一個低收入 不用讓他們租車 歐盾 吹風馬鈴 來到這裡 所以說這家 用這個活動的身 讓我們的低收入 在浮世家 會感覺說 我們做的 比較溫暖 更親民 送到他們家 富翁去 反共送暖 福福到家 蘇澳正 里長免議會 戰 公所也期盼 藉此活動拋磚引玉 喚醒社會大眾 共同投入行善行列 讓更多的弱勢家庭 能感受到社會給予的關愛 期望能讓他們溫暖過節 宜蘭新聞記者14名 採訪報導 來看活動的消息 為了強化民眾 對各項災害 跟事故的基本概念 宜蘭縣政府消防局 昨天在羅東文化工廠 舉辦了119消防節的防火宣導 跟親子變裝走秀 推廣防火以及防災教育 119消防節及農曆春節將至 宜蘭縣政府消防局在羅東文化工廠 舉辦119消防節防火宣導 活動現場規劃有居家防火安全兼兵 救護急先鋒 防災知識家 拍照打卡送好禮 環保二手市集等各式宣導 推廣正確防火防災教育 不管是參觀我們的消防器材 參加我們的闖關活動 或是我們後面的有關 二次回收的物品交換 都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我想大家平時對消防人員的印象 都是比較剛硬的 活動也以消防變裝秀 親子一起秀為主題 消防人員著各式消防服裝走秀 還有親子一起變裝 展現創意與才藝 首先非常感謝我們的消防弟兄們 在我們的徐松毅許機長代理之下 每一位都戰戰兢兢的 在為我們的宜蘭縣奉獻與付出 可以說兄弟 可以說這些弟兄們 非常非常地 可以讓我們把你們壓大鼓翁 非常地讚 在火災的時候 大家都跑出來 那他們呢就跑進去 所以他們英勇 可以說不夠自己生命 也是在救災救灰 非常非常地不簡單 藉著防火宣導 建立民眾正確的消防知識 降低災害發生機率 平安過好年 宜蘭新聞記者黃竹漢 彩方報導 現在正是金藻的產期 而原山的金藻栽種面積 達150多公頃 種植在山上 空氣跟水質好 品質也是一等一 而金藻的果肉 酸中帶甜 湯汁相當鮮美 入口微色 但是自然回甘 想要嘗鮮現在正是時候 南洋平原環山 氣候英語適合金藻生長 目前栽培面積約300公頃 佔全省90%以上 其中原山今早栽種面積達150多公頃 目前已進入產期 農民在過年前忙著採收出貨 明天要用的就要水 這樣 這個市面 市面要掛上了 掛上了 現在這樣就最熟 這塊的金藻最好吃 這塊的金藻都會生帶頂上 真好吃 金藻果實稱橢圓形 金黃色果皮芳香乾美 果肉酸中帶甜 湯汁鮮美 入口微色自然回甘 現在嘗鮮正是時候 金藻不但可以入菜 還可以加工成金藻糕蜜餞等 而且金黃色的果實象徵吉祥富貴 作為裝飾也是相當應景 宜蘭新聞記者黃竹漢采訪報導 來關心漁工安置的問題 漁業署跟宜蘭縣政府15年前 在南方南興安檢站旁 新建了大陸漁工安置中心 高峰期曾經收容過了2000多人 但隨著引進其他國籍的漁工 加上大陸船員來台工作預言低 現在中心最多是收容五六十名漁工 而宜蘭縣政府是有意解編火化建物 但還有24名大陸船員 恐怕是沒有安身之處 所以縣議員林祈山特別到場關心 希望協調各單位來解決這樣的問題 根據了解畫面中三大洞的大陸船員安置中心 屬於境外管制區 目前只收容五六十位漁工 而且其中在第三洞方便管理 但礙於營運管理的成本考量 縣府目前有意解除 安置中心的境外管制 有效活化建築空間 所以藉此這些大陸級船員勢必要遷移 但其中有24位船員都是20噸級以下小船所聘用 如果安置在船上環境空間差 船員根本不想住 原主席我們政府 其他國外 外國 比如印尼 外南 福利賓 這些種種的國家 東南亞的國家 所以說大陸船 他們差不多裡面 他們自己用的比較多 現在村來到這裡 原主席這三棟大樓裡面 目前大概大概五六十個 如果有的出港 目前連主席都只剩四十多元而已 所以說形成很多的一個浪費 而且也沒有辦法形成 這個管理上和經濟上的效益 所以我們現在 宜夜宿跟縣政府 有意將這邊來解辯 怎麼做得好 不要啦 怎麼說 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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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不著 吃不著 很辛苦啊 便租不著 你如果船船隊 都水深區 便租 沒有啦 都不方便 你聽不懂 他旁邊做工作 都不方便 我站在這裡 大樓有十幾年了 你聽不懂 關係給你聽不懂 來等到十幾年了 你做得好 真是這麼多 看 都做緣地 都照拍照 你如果生氣 都沒辦法洗洗 好 對此議員林奇山表示 將建議獻補 除了協商 漁業單位還有船主 尋覓適當的船員住所 在這之前 可以先針對中心的一二棟建築 進行規劃 讓所有船員統一安置在第三棟 減少營運成本 也讓船主 船員 安心作業 不是緊張的這些 都全是洩者的漁民 都全是生活比較困難 對這些 對這些漁船 都是一個人經營 甚至說兩個人 三個人的小船 小船這年他本來很困難 他也沒有那個能力說 再去設置一個地方 還有人都把他打開 還有一個地方讓他們打 船上又不太適合 所以我們現在 也希望說政府在這 兩方面的考量當中 能夠找一個更適當的 藝蘭新聞記者張麗玲 採訪報導 鏡頭轉到東山 來看到東山路102巷內 有一間透天座 十多年來是無人居住 雜草重生 由於是為在市區 影響到附近居民的環境 甚至鄰居還幫忙來除草 但是這並不是根本解決之道 所以地方代表 就反映給東山鄉公所 要求屋主要定期來清理 或是參考公所所推行的 老屋活化計畫 提供外地遊子返鄉創業的機會 畫面中這間透天座 屋外長滿雜草 大門深鎖 明顯看得出來 已經很久沒人居住 根據鄰居一位老阿嬤表示 應該有十多年不見屋主 而且為了環境衛生著想 老阿嬤還會幫忙整理 但有時候會看到蛇淚出沒 讓牠感到惶恐害怕 你怎麼怕會有 聽說牠都出了什麼東西 爪 爪啦 爪啦 就那裡 陸近有的沒有的 很多啦 後面還比較高 背片 你只能再後面看 這間房子後面 爪了喔 有時候我會牠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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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做補助、鼓勵民眾返鄉創業 也很久附近的這些傢伙頭尾 都在歡迎就是說 這個草沒有人經理 而且呢 都有住到就是說 有帶走出來 包括一些蟲湯 有的人 我們也不知道什麼 可能本層也會放在這個地方 它無形當中變成一個 髒亂的堆積點 所以就是說 在附近這些傢伙頭尾 歡迎資格 我有保養公所 來做一個通報的動作 希望就是說 找到我們的處住 應該 沾對我們這個 東山之心這個精華地段 我們這個老廚的部分 要定期來做精力的動作 那我們希望說能夠跟屋主來溝通 是不是呢 能藉由就是老屋活化計劃 讓返鄉的青年 能夠呢 回來成出這棟老屋 然後配合我們 東山鄉公所既定的這個政策 老屋活化計劃 讓這個地方 從髒亂呢 變成一個文化呢 開創的一個開端 因為荒廢房子 位在東山市區 所以應該儘速整理環境 才不會影響附近 居民的生活品質 宜蘭新聞記者 張麗玲採訪報導 新聞最後來觀看天氣 跟中央氣氧表示 明天早上 因為東北季風稍稍減弱 台灣東半部地區 跟北部山區 有局部性短暫陣雨 其他地區是多雲稻晴的天氣 不過從下午開始 因為東北季風增強影響 台灣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將會轉為有局部性短暫陣雨 其他地區也是多雲稻晴的天氣 提醒民眾要特別注意 繼續來關心明天全台各地也聽情形 明天宜蘭地區是英時多雲短暫雨的天氣 將有局率預測是60% 氣溫是17到22度之間 繼續來關心雨夜氣象 以上今天宜蘭新聞 我是劉耀珍 感謝您收看 祝福大家一切平安順心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坐下 演唱一切平安順心 globals我很可怕 第一十次 清 dra 登單 我們明天 Asuna 我們明天後 余思 performers 由我 stripes 飛望 verm如 雪 李永明 忍悠哨 云太郎 王辣 李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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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永明